在相声界郭德纲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在曹云金写的签字文章中 将郭德纲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当时何云伟也在社交平台支持曹云金的这些说法 但现实真如曹云金所说的那样吗 其实并不是 都说师徒如父子 郭德纲拿徒弟们真的是像亲儿子一样对待 尤其是儿徒 如今相声界可以说是德云社一家独大 郭德纲也有着众多徒弟 龙字科的徒弟如今已经登台演出 但说起来最让师兄弟羡慕的还是郭德纲的儿徒 原因就是从小就在郭德纲身边长大 吃住在郭德纲的家中 在郭德纲家中喂过狗的儿徒也是一种资历的象征 当然不是喂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而是喂狗的这批徒弟可以说是郭德纲最早的一批徒弟 每天都在郭德纲的监督中手把手教学 这对于如今连见师父一面都难的徒弟们来说 无疑是最幸福的 在师父家中 郭德纲和王慧可以说包揽了徒弟们的吃穿住行 偶尔的还会给徒弟们一些零花钱 而且在徒弟们结婚的时候 郭德纲更是承包了婚礼的一切费用 就像老父亲一样看着儿子结婚 心中非常的感动 差点感动到落泪 在生活中 郭德纲可以说包揽徒弟们的一切费用 而在对待徒弟的事情方面 郭德纲也没有让徒弟们失望 郭德纲因为迟迟不能登上舞台 只能干着扫地擦桌子的工作 还没有眼力见 很不招师兄弟们待见 屡屡被师兄弟们投诉 郭德纲叫其所有徒弟在后台开会 说宁可让郭德纲扫一辈子地 也不会开除他 因为他知道 郭德纲只有两个选择 如果不能留在德云社 郭德纲只能回家种地 他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孩子 回去种地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过 开除月云鹏这个问题 云鹏那时候确实是 太不景气了 不是用一个态字 我感觉能形容的了 那个时候就是先生也提过 好多人都想给他轰斗 然后先生就说 这孩子的人性好 然后留着扫地 然后在后台干活 也养着他 对 也不给他 好多都是这样 当然除了月云鹏之外 还有许多徒弟都面临过选择 郭德纲夫妇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地 将徒弟留了下来 哪怕是养着他一辈子 比如说孔云龙 命运多船的孔云龙 可以说一直徘徊在作死的边缘 骑着摩托撞下力 放炮把自己崩飞 一次次在死亡边缘徘徊 而在孔云龙重病期间 郭德纲夫妇也没有放弃孔云龙 师娘王慧曾对孔云龙说 如果你说不了相声 师娘就把大鼓拾起来 你就给师娘伴奏 师娘养你一辈子 而在张云雷重病期间 郭德纲也说过同样的话 放心我的儿子 天塌下来有我呢 就算你站不起来 你坐轮椅 我教你评书 也会让你上台 这一句话 给了张云雷很大的信心 我见谁都没哭 见了姐我哭了 我说 我说爸爸 我说 我说完了 我说我可能就告别这舞台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给了我信心 我15天出了SU 就因为他的一句话 我15天想出SU 不可能 他说你放心 他说你实在是站不起来 你瘫了 坐轮椅了 我教你说评书 你坐着为爱上台 郭德纲夫妇就向徒弟的父亲母亲 做徒弟们坚实的后盾 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徒弟 郭德纲曾说过 师徒如父子 不敢名义上这么说 但是心里面 还是照着家大人这方面去做 得对得起人家孩子 面对三进三出的张赫伦 师娘王慧不忍心看着他在外边做保安 破格将他收入德云社 面对蹲在德云社门口好几天 据说还流泪的李赫彪 师娘王慧将其收入德云社 先从后厨干起 面对因为蹲舱退出德云社的张云雷 回来后郭德纲将张云雷 从小学三贤时绑的指甲 重新交给的张云雷 在郭德纲的心中 可能认为他所做的 只是一个师父应该做的 但在徒弟们的心中 郭德纲夫妇给了他们希望和信心 陶阳曾评价过郭德纲 郭老师很伟大 首先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父亲 其次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一众徒弟住在师父家里 师娘做饭很亲近 很多人都说德云社云字科是最值钱的 如此爱护着像亲儿子一样 能不值钱吗 而且就目前而言 德云社也很难再有云字科这样的儿徒了 不是郭德纲变了 而是德云社如今家大业大 没有精力手把手的去教徒弟 也没有时间培养像儿徒那样 同吃同住的师徒感情 虽然徒弟们会感激郭德纲 也会有师徒之情 但像云字科那样的情同手足 怕是不会再有了 但相信 郭德纲对徒弟们的心不会变 如果取义界多几个像郭德纲这样的师父 也就不用担心传承了